空中律动教室 亲子玩身体 大家好 我是渝门舞级舞蹈教室的樱桃老师 现代社会总是动个不停 讲个不停 好像很难静下来 但安静才可以听见别人 也听见自己 父母可以与孩子们一同体会 动中有静 静中有动的亲子游戏 大家都玩过木头人的游戏吧 妈妈和孩子可以轮流发号施令 也可以定出新的规则 比如 这次喊停的时候 一定要尽可能的靠近彼此 但又不能互相碰到哦 或是 这次喊停的时候 要有身体部位碰到地板哦 在这样的游戏中 不但可以增进亲子互动 还可以提升孩子的反应力 身体学会的谁也拿不走 从三岁到八十八岁 每个人都需要与自己的身体 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赶快加入云门教室粉丝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